字幕 Makes u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占星師米撒小姐 用物實的觀點解決你 生活中的疑難雜症 這週呢讓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個土名對分的相位 已經即將要結束了 就在本周水星即將要脫離這個相位 所以很多事情雖然我們劃下了據點 但是已經從這週開始 有一個新星上海的感覺啊 就覺得啊!未來還有很長的人生 大好的前人在等著我 為什麼呢? 因为现在的太阳火星金星跟木星有个三分项 所以一定有很多事情 就是等待我们要去尝试跟挑战 太棒了 星座运势后面都会送你一句小祝福 希望你看了之后会觉得更有勇气跟力量 我们就是要一起走到飞好不好 也别忘了帮我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按赞留言给我啰 那如果你只想要看自己的星座的话 已经帮你切好时间点啰 你可以利用Ospus的功能连接放在下面 你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到你的星座啰 本座牡羊座你要尽可能的远离长辈 因为现在你身边一些比较有成就 或是稍微年长你几岁的人 都很喜欢拿阶级跟头衔来压你 那很多时候你知道他们讲的是错的 但却碍于阶级是不得不服从的一个状况 所以尽量的远离他们好吗 给牡羊座的朋友 我专注在对我有帮助的念头 本座的金牛座学习运势比较差 所以不适合在这周进行一些新的学习计划 会让你觉得好像自己总是有一种跟不上人的感觉 而且现在你跟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 也很时常会掉棒 所以先把基本面给顾好是比较重要的 给金牛座的朋友 我把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 本座双子座这次终于下定决心了 你打算要终结这些消耗你太久的人事物 那你想要来做最后一次的沟通和谈判 那这次的谈判还是会让你有些地方有被人家占便宜的感觉 但是这次你终于解脱了 也得到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给双子座的朋友 新的开始是令人期待的 本座巨蟹座你可能会有一些奇异 你会碰上一些资讯 刚开始让你半信半疑 做了之后有三观受到冲击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效果却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周请你注意那些可能有机会的资讯 给巨蟹座的朋友 我放开心胸体验 本座的狮子座有一种你说不上的怠惰感 要你好好工作你就觉得好累好累 打从心底的没有力气 那既然如此就不要努力了 你应该花一些时间投入在那些可以刺激你灵感 然后激发你热情的事情上面 只要过完这周 你就会开始得到重新开始的勇气 给狮子座的朋友 我做喜欢的事情也得到正向的回馈 本周处女座可以说是躲在自己的小肢结里 慢慢的疗伤 你现在可能会觉得人类真的太麻烦了 那你也不知道要用怎么样子的态度跟心态 去面对这么多人际关系之间的摩擦 很建议你在这周可以进行一些身心灵领域的探索 一定会让你更有安全感 而且有恢复元气的感觉 给处女座的朋友 我的内在世界丰富而且平静 本周天秘座呢 现在外界持续的力量 却推动你应该要往前一步 可是你现在自己的心态 是非常的固执而且被动的 所以先建议你呢 要放下沉淀 去听听看资深人士怎么说 你凯来这边 自己焦虑 而且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哦 给天秘座的朋友 总是有人在需要的时候帮助我 本周天蝎座呢 你身边有很多的奇葩人士 会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建议哦 其实你可以放宽心去试试看 那他们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其实呢 背后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市场环境 跟机会在等待着你 而且也会有贵人哦 给天蝎座的朋友 好奇心让我走向更好的未来 本周射手座呢 你会有非常活络的 跟朋友之间的聚会或是活动 所以如果你想要认识谁的话 想要认识伴侣的话 可以请朋友帮你介绍 可以帮你联系起不错的缘分 那现在你桃花的类型呢 是属于那种像朋友形态的 所以对于那些呢 跟你聊多久都不会累的朋友 你就要多上点心咯 给射手座的朋友 在温暖的情谊里 我能完全放松 本周摩羯座呢 不要把工作忙碌 当成是逃避感情的借口 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会觉得 现在因为你太忙了 感情品质有点下降 所以请工作之余 也要投入一些温言软语 或是肢体接触 来软化彼此的心 那如果你是单身摩羯座的话 你可能就会化身工作狂 别忘了要投入时间 在那些可以滋养你的人事物上面 给摩羯座的朋友 我安排时间休息 本周的水瓶座呢 虽然在工作上面很努力很付出 但时常会有一种缺了临门一脚的感觉 都因为不是你的原因 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完美的促成 那你不用太灰心丧气 因为每次的付出都是种下一颗种子 等待未来发芽 那你要记得 保持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 一个良好的缘分 给水瓶座的朋友 友谊让我跟世界连结在一起 本周双鱼座呢 在工作上面会遇到很多的虾咖 让你疲于奔命 疲于去对付他们 那你会发现 其实还是那些老人的话 对你来说最终可能只有帮助 所以在这周呢 与其自己去摸索 还不如先找那些对你有好 而且资深的人士来参考他们的建议会比较好 给双鱼座的朋友 我选择与正面的人士物在一起 这周到推荐的歌单呢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DJ叫做Avich 他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过世以后呢 他的亲友把他留下来的作品呢 集合起来 变成一张新的专辑 在今年6月的时候上市 所以里面都是最新的歌 也是一个天才DJ所留下来最后的作品 那这张专辑叫做Tim 连结我就放在下面了 你可以点开来听 那我们一起加入电影的世界吧 好啦那这周的运势就到这边咯 记得关注我下周的运势 也别忘了帮我订阅这个频道 按赞留言给我 那就之后再见啦 拜拜